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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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研究就是 香港UGC的 Arab Excellence 这个项目 一个研究项目 我们就是想 在八年的时间之内 发展一个技术 就可以很准确地 去测试到唐氏中立症 那传统上 如果一个孕婦 他有孕婦之后 他很想知道孕婦是否正常 很多孕婦要做产血诊断 他就要想, 如果他要很准确 他可能会做一些 有创伤性的产血诊断 例如抽羊胎税 但每次他做 有一个小的机会 孕婦会因此受伤害 甚至是流产 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 就是想发展这个技术 完全没有这个危险性 可以抽妈妈的血 便知道孕婦是否正常 孕婦团婴儿子 其实和一个癌症病人 是有个肿瘤 其实有些相似的地方 因为那个肿瘤和我的孩子 都是需要依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初期 我们就试了不同的方法 譬如说 研究一下血章里面的RNA 血章里面的表观遗传 但接着我们就想到 可不可以用在血章里面 逐个DNA分子去数 即是开头我们试不同的方法 接着我们就发觉 其实这个数这个技术是最好的 即是单分子的数的技术 我们就在2007年的时候 将这个技术 就证明是做得到的 而2008年我们就证明 原来用新一代的排序技术 是可以很快地 可以将里面数到很多的DNA分子 而这个技术在那时候的研究 我觉得准确性是接近100% 在我们的团队 发明了无创伤性糖氏综合症 西查的方法之后 我们在短时间内 就做了一个大规模的临床研究 就证实其实那个测试方法 其实用在西查上 其实也很准确 这个文章在2011年发表 所以也很惊喜地 在一年之内 在我们发表的大规模研究 一年之内 已经在临床上 被投入服务 而是由市民应用得到的 其实我们是全世界第一组成功 可以透过妈妈的血液 可以破解到整个胎儿的基因图谱 但是其实做这个研究 最主要的目的 是令我们可以用妈妈的血液 可以测试到染色体以外 而是因为单基因有异变而导致的疾病 我们已经成功可以做到 月形、地磋海、贫血的 无创伤性产前诊断 但是暂时这些测试 它的化验方法也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继续把它优化 希望每一个实验室 都可以容易做到大规模测试 希望当年实验室的技术 未能追上去达致我们想做到的理想效果 所以一方面就是 心里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 但市面上未有一些有效工具 令我们可以完成到我们的梦想 其实那个挣扎很大 所以在做无创伤性产前诊断的研究之中 我觉得是那个时间竞赛系 那个挑战性就是最高 所以那时候,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打算是有几个 可能可以做的方向 就不知道哪个最后会是最准确的 那时候其实开始是有试过 比如说在妈妈的血涉及的RNA 有做过一些表观遗传 接着才做DNA排序 但有了这个测试 那就令到那个产前产队的检验 那个决策就容易了很多 没错, 那当然也出了很多文献 甚至比如说在一些报章或雜誌 所以我们都需要做一个科普方面的一个推广 对, 那就令到是广大的市民 甚至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知道 其实我们香港这个团队 是在做一个是无创伤性产前诊断方面 甚至转逆研究方面 其实我们是世界领先 甚至和世界接轨 好, 谢谢 谢谢